欢迎回到大秦小鱼,深挖人性善恶,下面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 周森良正在市里开着一个重要的常委工作总结会议,周森良的秘书小张慌慌张张地闯进会议室,这要是哥在平时给他一百个胆,也不敢闯入周书记的工作会议室中。 周书记,夫人被打了秘书小张在周书记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什么?你说什么?周书记听完非常震惊,然后周书记就立马说,各位,抱歉,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吧,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 在座的常委没有一个感知声,都被周书记刚才的反应吓了一跳。 周书记暂停完会议之后,立马吩咐秘书小张去备车。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让周书记立马就终止这么重要的常委会议,还立马让他备车?周书记,这是要去哪儿? 两个小时前,梅婷像往常一样到市人民医院上班。 梅婷是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平时工作勤勤恳恳,身受病患,尤其是小朋友的喜爱。 大家都知道护士工作是很辛苦的,梅婷本不用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梅婷娘家家境优越,丈夫更是市委书记。 但是梅婷觉得女人的有自己的事业,并且她喜欢护士的工作,家人拗不过她,就随她了。 这不,梅婷都怀孕六个月了,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 正值秋冬患季之时,医院里来了特别多感冒的患者,一时之间护士人手短缺,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 梅婷本是住院部的护士,但是当天门诊部的患者实在太多,梅婷被调到门诊输液时帮忙。 虽然护士长知道她怀孕,但实在没辙,门诊那边不能缺护士。 护士长一再交代她,工作归工作,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 看密密麻麻的患者,梅婷头也大,容不得多想,梅婷立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忙前忙后大半天,患者走了一大半,梅婷总算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 书页时的小护士和梅婷商量,自己去补点药,等自己回来后,梅婷再回岗位。 梅婷想着,都忙这么久了,不差这一会就答应了,这边不能缺护士。 房利的儿子也感冒了,有点发烧。 自从生了孩子后,房利就没有上班,在家全职带孩子。 是以孩子感冒,丈夫和婆婆都怪是房利没有带好孩子。 一个孩子都带不好,要你有什么用,丈夫和婆婆的话尖酸刻薄,房利的委屈无处发泄。 房利一个人带着儿子来到市人民医院看病, 带孩子看病这种市丈夫是不会帮忙的,因为他觉得不是他的责任。 医院的人很多,房利带着孩子马不停蹄地挂号, 看诊,拿药,最后终于到输液室准备输液。 房利累得筋疲力尽,孩子却一直抱着手机玩游戏。 梅婷过来给孩子输液时,他正两手抱着手机打游戏,打得正起劲。 徐浩然小朋友是吗? 小男孩文若未闻,梅婷只好再确认一遍, 小男孩还是不回应,房利坐在一边也不吱声。 是的,是的,我叫徐浩然梅婷叫了一遍又一遍, 小男孩才不耐烦地回答。 梅婷让小男孩伸出右手扎针, 小男孩不情不愿地松开拿着手机的右手。 梅婷在给右手被局部消毒后, 快速一针扎下去, 在固定时,小男孩要去操作游戏, 两人的手劲拧了一下,针扭着小男孩。 不好,怕是要糟。 梅婷心中暗叫不好, 果不其然,小男孩吃痛地哭起来, 真是为家里惯坏的祖宗。 此时,也在旁边玩着手机的妈妈一听儿子嗷嗷叫, 立马出手推梅婷。 你怎么干活的?把我儿子扎痛了? 你会不会扎针? 护士证怎么考的? 梅婷不愿生事,就连忙道歉离开了。 小男孩的要快要输完了, 小护士还在给药上架。 梅婷就打算先拔了针再走。 把手臂伸过来,我帮你拔针哦。 梅婷轻声细语说, 尽量不惹着小祖宗不高兴。 一定要按住,不流血了再松开。 梅婷用事前准备好的棉签按在针头上, 快速地拔掉针头, 交代小男孩一定要按着棉签, 以免出血。 小男孩压根就没听梅婷在说什么, 梅婷一转身, 她就松开了按着棉签的手, 依旧去打她的游戏, 旁边的妈妈也头都不抬地继续玩着手机。 你怎么拔针的? 我这都出血了。 梅婷还没走出书页室的门, 就听到小男孩大喊大叫。 你给我站住, 这把针拔出血了, 还想走。 房力蹭一下站起来, 冲上去就拦住梅婷。 梅婷无奈得看着这妈妈, 这都溺爱到什么地步了? 钢拔针头是需要用棉签压住的, 小朋友没压才有点血迹。 梅婷解释道, 房力压根不听梅婷解释, 拉住梅婷就打算发难, 梅婷忙了一上午, 加上又是孕妇, 虚弱的梅站稳摔到了地上。 我堂堂局长夫人, 你还敢坐地上威胁我, 不容梅婷多说, 上前冲梅婷, 肚子就是一脚。 我是孕妇, 你别踢我肚子, 踢到我孩子了。 梅婷痛苦地抱着肚子大喊, 踢你肚子怎么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技术不好, 还做什么护士? 房力说完, 还想再往梅婷肚子上踢一脚, 怀孕算什么? 有本事在家做少奶奶, 不要出来做护士。 此时正在整理药的小护士, 赶紧跑过来制止了房力的动作, 其他的同事也闻讯围过来。 梅婷立刻就被送往了该医院的急诊科, 很快就被医生诊断为先兆性流产。 梅婷遭受无妄之灾, 碰着自己的肚子坐在病床上, 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符合职业操守, 为什么还会遭受患者的无故打骂? 这时候, 他的病房外边来了一个他从来都不认识的男子。 原来,房力将梅婷踢得快流产了, 还觉得没解气, 打电话叫来了做城管局局长的丈夫徐浪璐来撑腰。 徐浪璐静止走到梅婷的病床前, 趾高气昂地看着梅婷, 开始数落起他。 从事服务行业受点气是应该的, 你不要和患者家属顶嘴。 我的妻子是东北人, 脾气比较暴躁, 你要顺着他。 梅婷这时才知道这个男子是打人女人的丈夫, 面对自己妻子的毫无道理地打人, 这个男子很明显没有一丝一毫地, 觉得自己是错的。 他到梅婷的病床之前, 不是为了说自己对梅婷的愧疚, 反而说自己的妻子是东北人, 脾气比较暴躁。 还一副上位者的样子, 告诫梅婷说从事服务行业的低人一等。 梅婷这时只感觉自己心中的委屈更甚, 无缘无故被殴打到流产, 竟然还要被人如此说教。 而且, 他从事的是医疗行业, 从来不是什么服务业, 他是依靠自己技术, 养活自己的医务人员, 而不是服务员。 梅婷越想越气, 拿起手机立马给丈夫打电话, 可是电话打了好几个也没人接, 梅婷只好打丈夫的秘书小张的电话。 而另一边, 在市委的会议室内, 梅婷的丈夫周森良, 正正主持着一场关于市委常委半年总结 与下半年规划的重要会议。 在市委的办公室内, 周森良手机设置成了静音, 全神投入于会议的讨论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手机上有连续好几个未接来电。 就在这时, 周森良的秘书小张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 神色焦急。 在周森良耳边低声说道, 周书记, 不好了, 您的妻子在医院上班, 被打流产了。 接下来就是开头看到的那一幕了。 周森良听梁秘书小张的话非常震惊, 立即叫司机去开车过来。 在车上周书记立马给妻子梅婷打电话, 说, 婷婷, 你现在怎么样了? 梅婷哭着说, 我没事, 输了安胎药, 孩子保住了, 还需要住院观察。 听到妻子的哭声, 周森良气地握紧拳头, 恨得牙痒痒, 安慰了一下妻子, 询问了下今天被打的经过, 挂完电话, 他就朝司机说, 开快点, 立马到市人民医院。 市委办公楼离市人民医院并不远, 不多大会就到了。 周森良静止走到梅婷的病房内。 周书记, 你, 你怎么来了? 徐浪璐看到周森良进来, 腿都下软了, 差点没跪地上。 你夫人将我老婆打得快流产了, 好大的官威呀。 误会误会, 我们不知道梅护士是您的夫人, 要知道是您的夫人, 借我们十个胆, 也不敢打他呀。 此时, 房丽鬼鬼祟祟走到病房门口, 看到病房内情况, 也吓得不轻。 徐浪璐眼间看到病房门口徘徊的房丽, 一把将其扯进病房内, 一脚踢在房丽膝弯处, 房丽扑通一声, 摔跪在地上。 我该死, 好在孩子没什么事, 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 房丽对着梅亭磕头求饶, 早没有了先前的嚣张, 梅亭将头扭到一边, 并不理会房丽。 拍拍两声脆响, 原来是徐浪璐看梅亭不表态原谅房丽, 两巴掌甩到房脸上, 历时房丽半边脸肿起来了。 这时小霸王徐浩然也走到病房门口, 看到里面的情景吓得哇哇大哭, 顿时病房内一阵乱糟糟, 事情没这么简单完, 你们都给我出去, 我夫人要休息了。 我们赔偿, 赔偿一百万, 只要原谅我们, 徐浪璐看周森良要赶他们出去, 立即急了, 急忙提出金钱赔偿。 你看我们像缺钱吗? 周森良冷笑一声, 二百万? 哼, 三百万? 徐浪璐咬咬牙, 提出一个巨额数字, 想当初为了承建局局长的位置, 家里是花了大代价的, 徐浪璐企图用金钱来打动周森良, 以保住他承建局局长的位置。 你以为打了我的夫人, 害得我未出事的孩子差点离开人世, 随便金钱就能打发了, 我要你付出代价。 徐浪璐知道周森良怎么都不会放过他, 他的仕途完了。 据说后面徐浪璐托各种关系, 金额都加到五百, W都没有送出去, 连周书记的面都没有见着。 很快有关部门就注意到了 这件事情, 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有关的调查。 很快有关部门经过取证确定了 打仁者房某也正是承管局局长的夫人 当天存在故意伤害他人, 殴打孕妇的行为。 当地的公安局也立刻对房某某 进行了行政拘留, 并除五千元罚款。 其丈夫徐浪璐也因平时收受贿赂, 玩忽职守, 被免去了承建局局长的职位。